嗨,我是九云,今天来做一个韩式炸鸡 香辣酥脆,一口爆汁 把鸡翅洗净,晾干水分,用牙签在鸡肉表面炸几下更好入味 加入盐,胡椒粉,五香粉,牛奶把它们抓匀 牛奶是爆汁的关键 敷上保鲜膜,面制两个小时以上 现在我们来调制香酥糊 100克炸鸡粉,一个鸡蛋,50克水 把它们搅拌均匀 放入鸡翅,裹上一层香酥糊 再像这样均匀地裹上一层炸鸡粉 一会儿就可以炸出来鳞片了 稍微都倒一点油 油温160度炸三分钟 捞出来沥干油放凉 再用170度的油温过上一分钟 这一步可以决定炸鸡适合吸水 现在我们来熬制果酱了 内药都在层面准备准备 熬到这样准备准备就可以了 把它们均匀地裹在炸鸡表面 再撒上白芝麻 跟外面卖的一样好吃